所以讲这里不是告诉你戒不重要 而是戒是要得到清凉跟解脱 戒要有智慧去做抉择 下面一个戒要要求自己 不要要求别人 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下面 第三十四页第十四行 补充资料 这上次我提过 假如以戒的话 请各位去听十善业道经 这是2006年5月22号到24号 我在印尼巴弹岛里面讲的 我也正式把这本经做了科判 跟这个做多种对照表解 请各位自己可以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我们这一部经已经上网了 现在科技很方便 如果老菩萨你不会上网的话 可以叫你的亲朋好友帮助你 他的内容里面讲十善业道经的科判 第二个十善业道经有很多不同的对照版本 还有请看三十五页 还告诉你喝酒有过失 所以各位十善道迎望酒的五戒的人 不可以喝酒 酒在佛在世的时候讲酒 现在广义的说 包含马飞 大麻 什么安非他命 摇头丸 对不对 都不可以 就让你迷失心性的更不可以 父路二就是这样 孝顺父母很重要 好请看戒 五戒十善 请看幻灯片 这张我是在佛出生的地方 伦宾尼园 潘恰是梵文 是五种 希腊是戒律 佛陀出生的地方 现在有一个伦宾尼foundation 他把它整理得非常好 一进入门口之前 就会看到一块石块 磕着要严守五戒 不可以杀到淫忘酒 所以各位要一条一条去做 有人会说 哎呀师父 现在时代不一样 可是我在工作上有困难 好我举一个例子 杀到淫忘酒 酒 我们中国大乘是绝对一滴都不可以沾的 你沾的就是破戒 就是要忏悔 为什么呢 喝酒会得到鱼吃的果报 那这个杀到淫忘酒里面 每一个人守得戒不同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给你分享 我这辈子我从来就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 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就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真的我习惯了 我觉得抽烟要花那么多钱 酒又熏熏的 回来又吐了脏脏的 所以我从来不喝酒 我不喝酒 所以我头脑很清楚 不像有些人呢 对不对 应酬 哎呀我们今天不醉不散啊 对不对 到时候喝酒醉 被人家扛走了 他都不知道 而且喝酒的人 常常酒后乱性 佛在世的时候 讲一个故事给他听 有一个叫做幽婆色 他严守五戒 可是呢有一天呢 他破了戒 他从外面呢 做生意回来 很晚很晚 回到家里呢 很晚已经超过半夜了 因为他很渴很渴 他不知道呢 他太太放在桌上的那个白米酒 他以为是水 他就糊里糊涂了 因为很晚回来嘛 太太已经睡觉 小孩睡觉了 然后呢 他就呢 把那个桌上的酒啊 就呱啦呱啦呱啦 喝了两大瓮进去 喝了酒以后 他就走昏昏了 他肚子就饿了 饿了以后呢 看到呢 因为快要天亮嘛 隔壁呢 那个鸡啊 人家的公鸡跟母鸡 咕嚕嚕嚕嚕嚕嚕嚕来 他看到哎呀下酒菜来了 他就抓来 就把鸡头就剁了 剁了以后呢 就煮一煮啊吃了 吃了快天亮的时候 隔壁的老妇人过来呢 他就非常的不高兴 他说你怎么 偷了我的鸡 还杀了我的鸡呢 因为他说 已经糊里糊涂 喝酒嘛 喝酒了以后 然后他又杀生了 杀了生了 看到那女孩子 竟然呢 就对他非礼了 你看他谐音也犯了 所以因为一个酒 所以他犯了杀 也犯了邪淫 最后他醒来的时候呢 他太太说 老公你回来了 她说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做了很多坏事啊 两个鸡头在那里啊 对不对 对方的老公已经站在门口啊 准备要找你麻烦了 佛因为这个故事就治 杀到淫忘 为什么不可以喝酒呢 酒后会乱性 酒后会让你失去理智 所以这个杀到淫忘酒 大家要严守五戒十善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好再看下面 请看 哦对 补充一下 在实地经论里面 曾经说 不要让你的心迷失 菩萨若见有所求的话 心不默 心若迷失的话 这不是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打起来 在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说 持戒有两个原则 一 内不被烦恼所迷惑 二 外面不被坏的恶友所欺骗 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 曾经用木头做比喻 注意听 可以看幻灯片 我全部打出来了 这是讲义里没有的 他说一个木头 从上流一直游到中游 再游到下游 请问 木头游一游 假如卡到东西的话 当然它就不能流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木头要怎么样 从上游一直游到中游 再游到大海呢 在古代 很多人都是用河流 在上游地方砍木头 然后让它飘到中游或下游 然后把木头捡起来 然后就拿去卖 这是做生意的一种方法 佛陀应当时印度的习俗 就用木头做比喻说 假如上游的木头一直流 流到常常撞到两岸 它撞到了之后就会搁浅 它就会卡在那里 第二个 假如木头流流流流 还没有流到大海之前呢 被人家拿走了 那木头也没有 第二 不为人群 第三 有些鬼神故意会念咒 让他的木头不能动 第四 假如这个木头呢 碰到了漩涡 一直打转 他也不能往前走 第五 假如木头碰到那个肮脏的水啊 积太久 它也会腐烂 他用这个比喻是说 木头要克服过很多很多的困难 它才能够上游 中游到下游 用这个比喻是说 我们修行的人就像木头一样 在菩提道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跟考验的 所以我们对峙自己不要起恶业 不造恶业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自己 控制自己的念头 不要造恶业 所以要持戒波罗蜜 再看幻灯片 学到的人 一不为情欲所迷惑 我们凡夫若不学习佛法的话 我们的贪身之烦恼是很重的 每天呢 心都往外跑 贪 贪得无业 撑 待会呢会讲 忍入波罗蜜 吞到一点点东西 就不高兴 就发脾气 常常发脾气的 将来会做大蜒蛇 各位 待会我会讲故事 然后呢 鱼痴就是呢 不相信因果 糊里糊涂的 人家叫他做好事 做坏事 他都不怕 现在的社会很可怕 如果你多看一些西方电影 他给你钱啊 你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杀的 连自己的老板都可以陷害的 甚至原空里面 假装诱惑人家的 仙人跳的 什么招数都做得出来 为什么 就是得到钱跟权 所以第一个 你要小心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要鼓励大家 拒绝做第三者 听好 听说新加坡很流行 做单身跟贵族 对不对 听说了 我不知道 台湾现在也很多单身贵族 为什么呢 社会经济压力很大 他又不愿意要结婚 他不想要有family duty 不想要有家庭责任 第二个 自己养自己 可能养不活 两个人呢 很辛苦 你们新加坡政府还很好 有政府主屋啊 对不对 表示你们有得住 我们在台湾哦 有钱的很有钱 没有钱的一辈子都在租房子啊 很可怜啊 所以变成说 好 因为家庭的生活 压力很大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爱我 我爱你 然后呢 小孩子跑出来了 那只好呢 结婚吧 所以 他就会很辛苦 所以在这个社会 你要做拒绝第三者 不要去干扰人家的婚姻 也不要去诱惑人员 诱惑别人 也要拒绝被别人诱惑 这个是持戒波罗蜜 很重要 否则呢 全世界呢 婚外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你会有婚外情吗 因为你心中的烦恼太粗了 你的心啊 像呢 活蹦乱跳的猴子啊 你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要调伏自心 另外有一类的人是 他的心 贪心之烦恼很少 你说他贪心也没有什么 称轻脾气很好 愚痴呢 他也没有 可是呢 他没有智慧去选择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非佛法 他想修行 可是却走到邪魔外道 所以第二类叫 不为众邪所挠 进入了什么 讲感应啊 讲神通啊 讲三世因果啊 动不动讲磁场啊 讲磁能量啊 我遇过很多人 奇奇怪怪的人 尤其是道教来学佛的 每一次来听我讲经 就说 哎呀 星空法师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 你头真的是放光耶 金光迅迅滚耶 我说不用你讲 我也知道 他说你知道哦 我说当然我知道了 我难道修得那么差 我自己都不知道吗 佛菩萨加持 当然我的头会比你亮啊 法的功德力嘛 你不要去执着那些 什么叫磁场能量的 那些都是暂时的 无常的 难道你带了黄水晶 就会发财吗 对不对 真的发财会这样吗 用脑筋想一想 假如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全身都绑黄水晶好了 那不是磁场能量最大吗 第二个还有很流行 改名字 哦一改呢 就财运就发来 那我问你 大家改成了 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你不是罪有福报吗 或者呢 大家都叫做阿弥陀佛好了 对不对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就是什么 被重邪所挠 你花了很多冤枉钱 走错了很多路 事实上 你没有从因缘果报去改变 真正改变 请各位去听 十善夜道经 佛有跟你讲 重什么因得什么果 为什么你家里就很和和 你修来的 为什么人家家里呢 动不动夫妻就吵架不和和 为什么他们家就会送人家 种人家酱头 都有一些不好的因缘果报的 所以接下来要有正知正见 所以请记下来 调伏自新 要有正知正见 假如有人说调伏自新 又不会走错路 那这样子 你真正勇猛精进的话 释迦摩尼佛在42章经说 这个人呢 一定会成佛的 一定会成道的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世界 恶有很多 坏朋友很多 老实说 苏婆世界是坏人很多 恶的团体很多 甚至一些不法的团体也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勇于 勇气拒绝 拒绝比如说 拒绝色情 拒绝毒品 拒绝黑道 这是真的 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我讲的是佛法 可是你要有勇气 你说拒绝就拒绝 假如他要害你 你就念那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害不了你的 甚至现在有些人很残忍 他害不了你 拿你的妻子或儿女跟小孩 做人质或绑架 那很残忍的 老实说 这样的人是很愚痴的 为什么呢 当他来生的时候 他的太太跟小孩 也会被人家绑架 因果报应吗 所以各位要延迟 持戒波罗蜜 这是补充的 请看下面 丁四戒法的分类 分四 三十五页第四行 看物一两种戒 又说戒有两种 一个叫平等十戒 第二种叫不平等 总十戒 第一个叫平等总十戒 第二个叫不平等总十戒 什么叫平等总十戒呢 他有说 平等总十戒 就是以你的善心 身口意所居居的功德 在生生世世 就像种稻子一样 种的时候 不管是三戒 你快乐或不快乐 不管你是修身文 圆节 或是菩萨称 不管你是若相报 就是报 就是你的果报出现的 或是你生到清净的佛果土 或是你要成熟众生 帮助众生 乃至于你成就无上正等正绝 你对于众生 跟戒法都具有平等心 这叫平等总十戒 也就是说 你不是在人前的时候 你才持戒 只有做给人家看 人看不到的时候 你就不持戒 你就糊里糊涂 放逸自己 这样是不好的 接下来 他讲 与此相违背 反过来就不平等总十戒 有些的脸友 他的习性 还是很执着 执着什么 执着很外表 尤其是中国人 对不起 我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死要面子 这个面子放不下 面子也是个执着 有时候是做给人家看的 这样不好 这个叫做不平等总十戒 十戒是要 人前跟人后 你的身口意都要清净 所以中国人讲说 圣其独眼 君子圣其独眼 一个有人得的君子 一个人待在这里的时候 自己要起心动念 要注意 为什么呢 别人看不到 天龙八卜看得到 诸佛菩萨看得到 极乐世界跟连池海会的佛菩萨 都看得到啊 有人说 洗澡的时候呢 不好意思 对不对 其实佛菩萨都看到 你看 那个人又在洗他的臭皮囊了 哪里都有佛菩萨 所以 持戒是要求自己的自心 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第二个 请看 物二 两种戒 富有两种戒 就是戒不同的分类 叫做 有作戒跟无作戒 他说 若于有作当中呢 有所谓执着的作者 叫做 有作戒 反过来讲 你在持戒当中 不执着一个我 这个叫 无作戒 所以换句话说 无作戒比 有作戒的功德很大 就像我刚才举一个例子 你说你要持过五不食 很好 可是你持得过五不食 你不是要炫耀自己的 而且你过五不食的时候 心应该放在法上 不管是诵经 看经 禅作 听经 念佛念咒 而不是说 我今天过五不食 好 我就拼命的出去shopping 我到处跟家去玩 那这样的话 你是炫耀我执 虽然你表面你今天晚上没吃了 其实那只是有作戒而已 无作戒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破除我执的 所以它功德更大 接下来再看 物三九种戒 这讲的比较详细 有九种戒 有凡夫戒 有外道武通戒 有人称的戒 有欲戒天子戒 色戒天子戒 无色戒天子戒 欲戒色戒无色戒 请各位自己去查佛学词典 查了不懂你再来问我 这是讲三戒 诸学是指一果二果三果 他要学习 无学是四果 阿罗汉他已经毕业了 所以他叫无学生文 生文也有生文戒 读觉也有读觉戒 菩萨有菩萨戒 请看下面他就解释 简单的龙树菩萨 简单的解释 这九种戒是什么 第一个凡夫戒 入生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呢 就有受戒 但他过世以后 就没有故技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一出生 你归一三宝 很多父母啊 父母尤其是孕妇 孕妇你对小朋友归一 严格说 这不太完整 受戒是要那个众生 他的心意是知道 这样才会得到戒体 那换句话说 很多人为孕妇啊 希望他心安啊 不要流产啊 我这个小朋友很难养 孕妇呢 带着这个胎儿来归一 其实归一啊 跟受戒得到的戒体是你 小朋友没有 我真的必须如法的说 我不管其他道场怎么做 我必须告诉你 是这样就是这样 不可以欺骗众生 那有些呢 善巧方便或鼓励你啊 可是你在受戒的时候 孩子是没有得到戒体的 因为佛规定 所谓有戒体是这个众生 必须要有神事 他听懂法师说法 在佛前举行仪式 他才会得到戒体 所以小朋友要受三规五戒 可以 要必须他自己上了佛学班 知道佛法很好 哎呀 我真的很欢喜 我要归一佛法生三吧 那可以 他可以来受戒 举行三规一 那可是三规跟五戒 你持 五戒呢 有些是短期的 也有终身的 一般五戒都是终身受持 好 当你现在断气 投胎一断气的时候 生病了 投胎 一转身的时候 你三规跟五戒就固静了 就结束了 这叫做凡夫戒 这样听懂吗 所以假如你来生呢 再投胎做佛弟子的时候 要再受一次三规五戒 那如果这个世界 都没有出家人的时候 你要受三规五戒 就很难了 第二个叫外道五通戒 就是神通他一退了以后呢 那个戒体就没有了 这个我在三十七页会讲一个故事 待会再讲 我先讲道理 第三个就是人臣戒 就是五戒十善 那其实受五戒之外 还有一个叫十善戒 一般人五戒完以后受八关灾戒 八关灾戒是告诉你 不可以涂化妆品 不可以涂口红 不可以戴花 而且你睡觉的时候 不可以睡很舒服的软的床 这叫八戒 事实上应该还要弘扬十善戒 十善戒到受戒法 它叫做十善戒 就是不可以杀到阴望九 生三 口四 一三 所以十善戒 是应该值得弘扬的 这个写在详细的大制度论里有说 所以人呢 应该受五戒十善 那换句说 你现在给自己打一打分数 不要杀到阴望九 然后生三 口四 一三 有十条嘛 十条你回去打一打 看看你几分 假如你不信呢 你是低于五十分的话 我要提醒你 你来生不会做人的 你来生会堕落地狱 恶鬼出身 假如你吃得很好 五十分 甚至六十分的话 那恭喜你 你来生还会做人 所以能够成为人道 就是过去呢 你曾经持戒清净 第二个 你听闻佛法 受过三规一 第三 你曾经帮助过众生 所以你来生才会做人 所以做人并不容易的 各位能够投胎做人 人真是很珍贵的 所以要珍惜 第四个 欲戒天的戒呢 当他福报响尽的时候 戒体也就会失去 再来看第五类 色戒天呢 当他的禅定 禅那 这里的梵文叫 Dajana 中国话翻成 净律 当他禅定呢 一消失的时候呢 他的福报就会 响尽 戒体也会消失 这叫色戒天 无色戒天呢 他只有念头 他就更深了 叫三摩波地 请看 对 请看讲义 我有解 三摩波地 这是巴黎文 是叫做等智 等智就是你的身心啊 身心能够调和 等同如一 这叫三摩波地 那无色戒的众生呢 他功德力更大 他没有身体的 只有念头 他是生活在 清净的光明当中 但是当他的禅定 一消失的时候呢 他的戒体也就会消失 那这个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我们是在欲戒 我们欲戒 欲戒呢 地球再上来 第一层呢 就叫四大天王 如果是色戒 跟无色戒的人呢 佛在世的时候 他们是从天上来了 他们有神通 坐着莲花 或是神通 咻就飞到人间 飞到印度 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讲完经以后呢 他就回到天上 那佛灭度以后 他听谁讲经呢 听大凡天王 跟地势天 这两个都是 大菩萨来说 转世的 所以他就听呢 第四天跟大凡天王 在天上的宝座上呢 为他说佛法 所以现在天上 还是有佛法的 有善根人 还是遇得到 举一个例子 像新加坡 这么多人 听说最近 你们新加坡人 越来越多了 有四百万人口 四百万人口里面 我看大概只有 四十万年有 是学佛的吧 那这学佛里面呢 可能呢 还有佛教徒 跟道教徒 参参的 还有民间宗教 隆百 对不对 所以算一算 真正的佛教徒 大概不到二十万而已 二十万里面 会真正学习佛法的 那就更少 所以同样 在一个国家 每个人的福德 因缘不同 最重要 你的善根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天上 也有天人 在修行的 接下来 接下来再看 诸学跟无学 声闻戒 当他正入涅槃的时候呢 这个戒就变成 无作戒 他念念呢 都是戒定会了 再看 第八个 独觉戒 他呢 独觉呢 就是修 十二因缘 他是在过去世 佛出世的时候 他就听到 四地十二因缘的道理 没有佛出世呢 但是他还是有善根 他坐在打坐的时候 他看着呢 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 他自己就会开悟 这叫无常 因为什么 他听过过去佛 讲过四地跟十二因缘 虽然现在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他没有见到弥勒菩萨 可是他有独觉的戒 他一样可以修行的 但他唯一缺点就是 他大悲心 比较不够圆满 假如你碰到了 这个声闻跟圆觉的 圣人 你去求他 他有神通 他就会看一看 我过去是有没有跟你有缘 假如我过去是跟你有缘 我就帮助你 可是过去是说没有缘的话 他就会说 对不起 我没办法帮你 最多问你说法 就请你走了 所以很可惜的是 独觉 原觉呢 他缺圆满的大悲心 接下来再看 菩萨界 菩萨界请做一个记号 我曾经在新加坡公开要鼓励大家去受菩萨界 我们在台湾哦 十个人里面佛教徒大概有八个受佛菩萨界 新加坡十个里面大概半个或一个 因为你们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 哎呀 受了菩萨界 那要犯界不就堕地狱吗 怕死啊 不能这样想 听好 佛讲一个凡夫啊 有受戒跟没有受戒 是不同的功德的 你在我听这个六度波罗蜜里面 你会听到我讲 很多释迦摩尼佛过去 他也堕落过 他也堕过畜生 做过动物 他也堕过龙 他也当过狗跟猫 可是他还当过鹦鹉啊 可是释迦摩尼佛生生世世里面 也在六道轮回 但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他当动物的时候 都有菩提心 这个叫菩萨界 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释迦摩尼佛当鹦鹉 突然森林中起了大火 那大火来的时候 哇 森林大家都逃啊 金黄是算 那个鹿也逃 动物也逃 对不对 所有的猛兽都逃 那甚至在那个树林里面的 那些蚂蚁啊 水啊 通通都跑 因为火来了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啊 他是鹦鹉 他有福提心 他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呢 就拼命地逃 他呢 他想 哎呀 森林起了大火 那请问 没有翅膀的那些众生 要爬的那些众生 蚂蚁怎么办 我要赶快救他 这时候 释迦摩尼佛怎么救呢 他是一只鹦鹉啊 他就飞到河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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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鹦鹉这么小只而已嘛 对不对 不很大只 他的羽毛啊 沾了一滴水 然后呢 就回来 啪啪啪啪啪啪 飞回森林里 为什么 他要熄火 然后他就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大家都忙着跑啊 最后呢 他突然呢 晕倒在河边了 这时候啊 可是在他晕倒的那一刹那 第四天的这个天宫啊 大地六遍震动 第四天我还想 奇怪 什么事情啊 我的 我做的宝座竟然会震动啊 原来他一看 释迦摩尼佛的全身 他是一只鹦鹉 森林里面大火了 全部人都在跑 可是呢 他不是为自己 他为一切众生 各位 请问 你是鹦鹉 你要怎么办 跑得更快 对不对 可是他不同 你看 你明知道呢 要生灵的大火 靠他这么一点点水啊 是根本来不及的 可是他觉得 我一定要救度众生 就因为这样 感动了第四天 第四天神通 一谈啊 就下了一场雨 然后呢 第四天还了 一谈了一朵莲花 就把 那个 加持 也放光 释迦摩尼佛 那只鹦鹉就醒来了 他一醒来的时候 他想 太好了 谢谢 而且佛菩萨 天龙巴不互念 终于下了一场雨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菩提心 你看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这要我们学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要受 菩萨界的原因 各位 你去看看狗 两只狗 为了抢一个食物的时候 谁都不让谁啊 狗咬狗 一嘴毛的 对不对 哪一只狗会说 对不起 哈喽 你先用 都是咬别人 我先吃 所以众生是很残忍的 众生是很自私的 但是假如你受了菩萨界的话 纵使你来生 希望为三宝弟子 希望你去敬佛国土 但是你若不信 堕落到地狱 恶鬼畜生的话 你放心 佛菩萨会救你的 因为你有菩萨界 菩萨界是当你发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觉 佛道无上试愿成 虽然你念了三遍 你也发了这个愿 你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但是你就有菩萨界 菩萨界的种子 像金刚种椅子一样 种在你的脑筋里面 那生生世世 你都会遇到佛法 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 真话就是说 若你受了菩萨界 当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灾难 没有佛法的时候 其他都是外道徒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 佛跟菩萨 会在梦中亲自为你说法 这是菩萨界的功德 那有人连有听到这么舒适 他还是会犹豫 我到底要不去受 硬刚去受 你不要等到 离命中断气的时候 你才说 师父你为我受菩萨界 对不起没办法 受三规五界 我一个人可以帮你受 我也有权利 帮你受三规五界 我是出家师父 可是八观在一界 对不起 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我这一生没有持过 我不食 所以你不要求我 受八观在 请其他的 请其他的法师 为你受八观在一界 我没办法 我不会骗自己 也骗众生 我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但是你要我帮你受菩萨界 可以 因为我有菩萨界 对 为什么呢 菩萨界要有三个师父 叫三师时政 离命中的时候 你都已手忙脚了 你还要我再找两个师父来 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很难的 所以各位人有发愿吧 不管你在新加坡 或在台湾 或在东南亚哪个地方 如法的地方 应当要去受菩萨界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 释迦牟尼佛亲自在 菩萨阴落经里面 鼓励那些不感受菩萨界的众生 他说了一句话 若是你受戒 不小心犯了戒 你的功德比没有受戒的人还大的 因为戒可以让你成佛的 但是不可以听到这句话 就说好 那我明天受戒 后天就破戒 但后天再受一次 不可以这样 新加坡的联友太精明了 精打细算 这样不太好 因为你的动机不太对 所以菩萨界应当要发心去受 不要等到你临终的时候 再求师父 临终你要找到三个师父 让你受菩萨界 那你还要功德很圆满 你还要有时间呢 你不要师父再念一念 你就断气了 对不起 来生再见 所以菩萨界应当争当发愿 要在自己有生命 很健康的时候 应当发心受菩萨界 我也受过十七世 甘妈霸 在菩提家也亲自两次 为我跟一切的语会大众 受过两次的菩萨界 所以我也有障传 菩萨界的传承 请看经文 三十五页 第十六行 菩萨界者是无有穷尽的 意思他没有时空的障碍 以此界能够显明 所有前面各种界的功德 他就像一个金刚种子一样 种在你内心里 是无有穷尽的 因为你有菩提心 受菩萨界 因为有菩萨界 所以他也可以保护你的菩提心 所以近未来即是无有穷尽的 当然佛的界 当然也是无有穷尽的 因为佛已经就近成佛 佛也可以为一切众生受界 注意听 这里只有佛可以受界 菩萨不可以 所以界不可以改 现在有很多喊说 界律要现代化 我觉得有些东西 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今天是讲不清楚 界只有佛可以治 连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都不可以治界 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他是等觉菩萨 他就不可以治界 只有视线八项成道的成佛 才可以治界 这个界是通 这个地球 也通十方三式的 所以在这里 要注意一条 不可以到常住物 不可以拿常住三宝物 在家各位人有 特别注意听这一条 你不要到的庙里来说 哎呀我肚子饿了 师父这有水果 我就吃了 那你完了 那你会剁地狱的 为什么 这个水果是供一切众生的 你必须问过师父 或者问过执事人员 在界律的道场里面呢 他做的比较弹性 就是他有一块区域 就会写供养大众 有个篮子 那里面的所有东西 你都可以拿 所以你不要说 哎呦我现在 口渴呢 泡咖啡缺糖 没有人啊 厨房里有糖 我就拿下去了 不行 不可以 寺庙的东西 任何的一草一木 所有东西 要问过出家的师父 如果出家师父不在 要问执事人员 目的是什么呢 看这里 不予取未知道 看这里 我现在有个闹钟 就放这里 或是呢 在办公室里面 你们最习惯 最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就是一支笔 对不对 我现在呢 突然要写笔 哎呦这一支笔啊 一拿 你就犯偷盗了 不予取 就是凡事离开 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 你拿开 离开的原位 只要你后悔一下 放回去 你还是比较轻 只要离开原地 就叫偷盗 所以 佛弟子若他受了戒 他有个好处 举个例子给你听 没有学佛等 管他了 先拿了再说嘛 反正我待会会还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偷他的 只是戒一下嘛 你就是自己解释 你用完了 你放回来 这是没有学佛的人 但学佛的人呢 学过佛了以后 受过戒的人 什么叫戒体呢 他拿人家的东西 就会想 不可以 这不是我的 这个念头 正念 就是戒体 听懂吗 所以我学佛以后 我不会乱拿人家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 拿人家一个 将来要还很多个 所以 办公室 任何的东西 你要跟人家借 要真的人家同意 那你说 哎呀 很急吗 天底下 没有那么急的 那有人还问我 曾经有一个 我去别的地方奖金 那有人问我说 师父 我可不可以写个纸条 放在那边 然后就拿走 对不起 他没有答应 你要对方 这个人欢喜心说 OK 我借你 那你待会才可以拿走 这个有什么好处 佛弟子 若每个人都持戒的话 天下的人 所有人看到你 都会相信 佛弟子不会偷盗 不会占人家的便宜 不会呢 伤害别人 所以戒 简单的讲 严格的说 不予取位之道 扩大来讲 不可以伤害别人 不可以占人家的便宜 这点很重要 这叫做什么呢 饶意有情界 摄善法界 在三十七页会讲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请看下面 以此因缘 三十五页 第十八行 以此心缘 菩萨界者说明 无有穷尽 诸菩萨界要回向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与智慧相应 这个才叫做戒波罗密 此中有 苏儒家 苏拉卡 苏拉卡是梵文 意思说有祭宋 祭宋就在后面 到这里 一个段落 我讲两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大的弟子 叫做波斯尼王 波斯尼王 她有一个很漂亮漂亮的皇后 叫做莫利皇后 莫利皇后呢 她也受过三规五戒 她也受菩萨戒 可是莫利皇后啊 她非常的美 她也很虔诚 但是她就是太美了 所以她心中还有一些烦恼 无法调伏 她对佛陀啊 非常非常恭敬 佛陀在世的时候 只要有栽生大会或说法 她供养的是90亿印度币 你算一算 我不知道印度币跟新币 一比多少 我不太清楚 90亿的印度币 佛的法座呢 她是用最好的木头 雕黄金的 供养珍珠玛瑙 所有最好的食物 供养全部的出家人 波斯尼王跟莫利夫人呢 这个两个都是佛的虔诚大护法 她也是很虔诚的弟子 可是莫利皇后有一天啊 她烦恼来了 因为呢天气很热啊 她烦恼来了 结果她就叫佣人说 我要洗澡了 她有平常最爱喜欢的一只狗 跟着她 跟着她 结果呢她在洗澡的时候 那她狗呢就咬她 咬她呢 她淫欲心就生起来 就这样笑了 笑的时候呢 结果呢她呢坐的窗户 印度的窗户比较特别 结果呢 刚好国王经过就看了 哎呀 我的老婆竟然跟狗在交配啊 她就非常的生气 其实是国王看错了 她看错以后呢 她因为呢 自己呢产生了淫欲心烦恼心 她就觉得说 哎呀 结果国王就冲进来骂了她一顿 结果她那时候 脾气沉心洗线 她说我没有啊 我根本都没有啊 你误会我啊 对不对 你自己看错了 不相信的呢 我刚才呢 什么都没做啊 对不对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她说不相信的话 来 你进来浴室 我在外面看 她说真的吗 好我进去 结果她一进去的时候 莫里夫人就说话 哎呀 国王你跟一个女人在做爱啊 她说没有啊 我就没有 她说那就对了 刚才你诬赖我了 国王就想说 哦那我今天大概呢 头昏昏的吧 天气太热了 算了算了 我最爱的这个莫里夫人 你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结果呢 莫里夫人呢 一生都做了很多善行 可是她这一次 她破了戒 她也说了谎 可是她没有忏悔 因为这样子 结果她在断气的时候 莫里夫人比波斯尼王 先离开人间 她断气以后呢 这个波斯尼王 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最心爱的夫人 已经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她就求佛陀 求佛陀供养僧众 以及供养所有的出家人 做广大的功德 做法会 她一直很想问佛陀说 佛陀 我的太太 莫里夫人去哪里了 结果呢 她就呢 每一次做法会的时候 都去见佛陀 可是佛陀故意用神通 加持她 让她忘记这个问问这个问题 然后呢 她做完法会以后又回来 那因为法会是做49天嘛 对不对 她也做广大的无者法会啊 她是国王很有福报 全国呢 就为王后呢 举行这个哀悼会 做功德 诵经 回向 点灯 种种功德她做作 然后呢 过了七天以后啊 她又问佛陀 那么第七天的时候 她又想去问佛陀 我的太太去哪里 那佛陀又加持她 她又忘记了 忘记回来以后 到了第八天 佛陀知道她得度的因缘到了 佛亲自啊 派适者告诉波斯尼王说 今天你不用来我的金色 我跟所有的圣弟子 到你的皇宫去接受你供养 然后为莫尼夫人诵经 当他很高兴哦 佛陀通通要来 那是大福报啊 释迦莫尼夫带着所有的弟子呢 都到皇宫来接受应供 这时候呢 做完法会 他突然想起来的说 佛陀啊 请问我太太现在在哪里 她说她现在在涛利天宫 哇 她就很欢喜 因为她听到以后呢 她非常的欢喜 因为她最亲爱的太太呢 如果她听到她堕落在地狱里 她是很难过 事实上佛陀前面一半没有跟她讲 为什么呢 因为当莫尼夫人断气以后 她七天啊 真正是在地狱里面的 就是因为刚才的讲 她不亲近的行为 再来说谎 甚至她不忏悔 因为她这个恶业 让她堕落在地狱七天 可是当她七 因为她也是很大的福报 很大的佛弟子 大护法 所以当她七天的业力 忏除以后 她就升到刀利天上了 所以当 她的先生 也就是波斯尼王 问佛陀的时候呢 佛陀就是故意 让她前面七天 忘记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她无问的时候 佛陀不能说谎 佛陀就说 莫尼夫人现在在地狱里面的话 她会放声大哭 而且呢 她会不相信活法 她会觉得 我一辈子做这么善事 怎么我太太会堕落到地狱去呢 了解吗 原来她太太是因为 持戒波罗蜜不亲近 又没有忏悔 所以堕落地狱七天 过了七天以后 她的确升到 刀利天空里面去了 所以可见呢 持戒是很重要 假如你不小心 犯了戒 应该忏悔 忏悔简单有三个方法 第一 念经 念佛 念咒 在佛菩萨面前忏悔 因为中国人都很爱念字 做错了都不好意思 但是你得忏悔 要在佛像面前忏悔 第二个就是要对手忏 对手忏就是对当事的人 你伤害他 比如说你说了哪一个人的坏话 背后说了他的坏话 那你就亲自到他面前跟他道歉 道歉以后要得到他的原谅 原谅以后呢 你那个就忏除亲近 这叫对手忏 对着那一个人单独忏悔 第三个就是对出家深重忏悔 这也可以 所以忏悔才会得亲近 若不忏悔的话呢 那你是会有很多很多恶业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三十五页 第二十一行 菩萨界的课程 我在台湾也有讲菩萨界 从2005年2月27 可是呢 界是很不容易的 建大家看三十五页 有教义 有南传 北传 藏传 南传有清净道论 戒品 北传有幽婆色戒经 五戒相经 千药 十善业道经 红一大师边的南山律 翻过来 三十六页 有八观哉戒 有比丘 比丘尼戒 还有泛网菩萨戒 菩萨地持经 菩萨阴落经 于截菩萨戒 特别注意 观普贤行法经 六根忏悔 跟戒法有关 好 这个是讲教义 接下来讲历史发展 接下来讲实用功能 上次我有讲过 所以我要讲的目的是说 戒很不容易 戒要通达开遮持饭 戒还要通很多经论 才会像红一大师一样 他虽然持戒很庄严 可是大家都很喜欢亲近他 一般的人的持戒都是很执着 我要这样做那么做 别人看到他都怕他 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是 戒要要求自己 不要要求别人 很多连友是 言以律己 言以刻仁 那人家看到你的话 你虽然持戒很庄严 但是别人看到你了 都不敢靠近 为什么 你慈悲心不够圆满 所以讲戒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才会从教义的角度 佛教教义 还有历史的发展 跟实用的功能在讲 那现在在商业经测讲的 这个课程 还没有上网整理 请各位有耐心 以后我会上网 请看三十六页第十五行 菩萨戒的经文 我把它分为七类 第一个前言 我讲过菩萨幽婆色戒经 我的戒兄叫天音法师 被净土范音邀请过 在新加坡讲过 幽婆色戒经 请各位有空可以去听 第二个 我也讲过定义 什么叫菩萨 跟菩萨摩佛萨 我引了大制度论 卷四跟卷五 因为我觉得 现在讲经不一定 从第一个字讲到最后一字 古来人有这个时间 古来没有电视 大家晚上都是听 前辈讲故事 或讲人生的磨练 现在的人 听经很不容易 要能够欢喜 像各位 今天下大雨都难得来听经 这是我很感动 也很赞叹的 不过我也发现 现在的连友 他不来学佛 不来听经 并不代表 他不想学习佛法 而是他有障碍 比如今天 家人生病 要陪爸爸妈妈去看病 今天又飞到香港去出差 所以现在人听经的音缘 没有办法从第一天 都听到最后一天 这是我能理解的 所以这个我才知道 所以我才苦口婆心的 在每一场讲经 我都动员了很多人 礼物都全程录影 就是希望你能够听到 好的佛法 甚至上网 全世界人都能听 所以第三类 我就会讲教法 新地法门 用的是 梵网经菩萨界的 新地品上卷 一般你们讲的是 下卷界条而已 接下来还有一个 到菩萨界论 前面的总论 非常非常好 三句境界 待会我会讲 精简的重点 接下来 讲界之外 还要了解历史 推荐一本书 界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 第十四章 梵网界及其实践 虽然是由日本 左腾达玄著的 台湾 香光尼出版社 由建憨法师等 他们的僧团 花了三年到五年 把日文全部翻成中文 我非常的赞叹 这个佛教的深度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戒律在 从印度传到中国 一直呢 它演变是有不一样的 讲实话 中国佛教刚开始 是没有吃素的 南传佛教也没有吃素 西藏佛教也没有吃素 从中国梁武帝以后 它弘扬 梵网菩萨界 也弘扬 金光明经的叫做 的流水品 长者流水品 它才狙几千位僧众 在佛前发愿 不食众生肉 因为它是帝王 所以中国佛教 才开始吃素的 很好 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你要去了解 不要说自己吃素 看到喇嘛 那个吃肉的 看到南传 哎呀 那个人又不吃素的 你不要有这样毁谤的心 这是不可以的 老师说 毁谤的心的话 你就破了 摄善法界 也破了 饶意众生界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各位希望大家要 多了解一些 第六个教义 还有讲 梵网界 余奇界 跟菩萨界 不同的多种版本 在对读 我在整理中 最后其他有相关资料 好 请看 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他讲 就是 界有三种 请看 摄律一界 摄善法界 饶意众生界 好 好